首先的话 这一题 第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要画 首先可以看到 这边里面有几个圆 一般会先从里面这些圆开始画起 那这边有一些虚线 表示我们这些圆都要先画出来 那总共有几个 你们大概先记一下 这边总共会应该会有一 总共会有 从里面看 45 那这个是直径 所以一般我习惯是会把它标成半径 所以再除以2 然后再来的话60 60就是30 45 三格 然后再往外的话 还有这边有一个14 14的话除以2就是57 再来就是72 所以它这边里面四个都是标直径 那建议是把它统一成这个半径 会比较好记 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先画出五个 五个这个圆 那画出五个圆之后的话 接下来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我们可以先处理 比如说先从里面开始处理好了 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地方 再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三个像这样的形状 的一个物件 那这物件的话这边有一个55度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利用画这个 但你可以直接用这边画一条线在旋转 旋转的话 那因为它是这个顺时针的 所以是负的话 或者另外用极坐标也可以的 我是建议用极坐标 因为极坐标比较直觉 等于用滑鼠点就可以 那你这边的话 当然你如果说这边是零度的话 绕一圈过来 那这个应该是几度呢 就是三百六嘛 减掉55嘛 所以这个应该是多少 三百零五度 三百零五度 当然或者是你负55度也可以啦 不过极坐标呢 它都会显示正值 所以你记得就是说 每五度 你可以把极坐标设定为每五度 那就从这个地方往这个方向 划一条线 那一条线在这边有个焦点 那这个就是它的中心点 那并且划出7.5 7.5是外面这个 还有2.5的圆 那再把这个地方划出这一条线 那这条线的话呢 它这边有个55有没有 所以可以利用什么 切切半就可以划出来了 那里面这边还有一个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这边有一个弧对不对 那实际上这个弧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一点两点 其实用两点 圆里面有两点 就可以定一个圆 因为这一点跟这一点 就可以划出一个圆 那把多余的三条线 再环形正列就做出来了 那做出来 第一个部分呢 就完成 再来的话呢 再做这个圆角矩形的这个部分 总共会有六个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线 你看起来好像是 看起来好像是用这个 环形正列就可以 但实际上不对啊 因为它这地方做 虽然说两个之间都相差15度 有没有 这个两个都是15度 可是呢 这边转过去呢 跟这边转过去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这边转过去你们可以算一下 这边转过去的话呢 是110 这边转过去的话呢 是105 所以不能用这个环形正列 一定要用旋转 也就是我们先画出两个这个 那你可以先在这边找到这个角度 那你可以算一下 假设我们用极座标来画的话 这个方向是几度呢 270嘛 270往这个方向过来 30度 所以270减30 也就是说你直接用每10度也可以 然后在这边就会产生一个焦点 然后画两个圆 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的话修剪 再利用什么呢 这边再做一个旋转 这边15度嘛 这个方向应该是顺时针 所以这边应该是负15 就产生另外一个之后 这两个做出来之后 再做什么呢 这个负质 旋转负质 那特别注意呢 这个方向是负负值 负110对不对 就负值出这两个 这个方向的话呢 因为这个是逆时针 所以是正值 然后这边就可以 这个旋转105度 然后就可以产生这两个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产生里面的部分 那里面部分画出来 这个等于是第二个部分 所以我们等一下画了 这个里面是第一 这个是第二 第三的话是画这一个 那第三的话呢 我想等一下这个一起来看 实际上你会发现 这一点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圆的四分点 那也就是我们往上追 再过来 这边其实可以画 可以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之后呢 这边其实就可以做出来 那另外一边 那用什么呢 用镜色就可以产生了 所以这边其实比较容易一点 那这一题稍微难一点的部分 就是这边的地方 这边的地方 那这边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给我们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多少不知道 这个角度是多少不知道 只知道上面的角度 所以要怎么样 可以刚刚好 求出这个角度 是这一题最难的地方 那原来我们画 可以假设不知道没关系 我画成垂直的 假设我先画垂直之后 这边可以先画垂直的 最后呢 因为这边是一个焦点 所以必须把这个跟这个 把它用旋转移动 可以把它移动到这里 那它们两个之间呢 会有一个焦点 碰上去之后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那这个地方是这一题 应该是最难的部分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再处理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实际上 会有1 2 3 4 5 5 个部分 所以其实看起来是一题 实际上这个等于就五题 如果说拆成简单的题目来看 其实就可以有五题的题目在这里 那你只要一题一题把它完成 这一题就画出来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们先大概把一些数据 用笔先把它画起来 像这些比较重要的圆 总共有五个圆 先把这个数据 先把它大概做一个笔记 那画面先